緊縮路客持續的一招接一招 一招又一招 從緊縮自由行到緊縮團客 到堵住小三通 而我們的交通部也一招又一招的開處方 從補貼36億到國旅的松綁 現在在今天最新傳出的是 林佳龍說要研究什麼呢 開放路客第三方路徑免簽 有沒有對症下藥 來 阿忠哥 這個我覺得是我們在節目裡面 也有給他們這樣的建議 事實上很多企業的老闆 是阿忠哥的提醒 很多企業的老闆就有跟他們這樣講 事實上也是旅行業者 有跟他們這樣做建議 我們事實上把這個路客 就大陸 現在按照2018年 全世界對於中國有給落地簽 還有免簽證 還有第三方中轉給簽證的 總共68個國家 我們舉個最簡單例子 韓國 韓國就規定說 如果今天路客 因為你正常要去韓國訪問 你要申請簽證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歐洲 你有歐洲的國家的簽證 就是你今天要去歐洲完 你已經把歐洲的簽證拿下來的話 你就拿著歐洲簽證到韓國中轉 我給你30天免簽 那是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的申請 在台灣將來也可以這樣 就比照辦理 因為韓國就已經這樣幹了 韓國在2018年就對路客 就已經這樣做了 那我們今天只是 反正我們就是國與國 但是韓國這麼做 對岸可能睜之眼閉之眼 我們這麼做對岸會睜之眼閉之眼嗎 不是 關鍵是說 那個人他是申請的是歐洲的簽證 出了國以後 那我問你他出了國之後來過台灣 對岸都不知道嗎 沒有啊 意思就是我們進來以後 反正國畢留下痕跡不是嗎 那我們幹嘛要把資料交給人家 對不對 資料是你進來以後出去 那張資料就撕掉了 就是那張紙條 那張簽證就把它撕掉 以前 所以有一點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味道 以前啊 以前台灣人或者是美國人去古巴 就是這樣做嘛 以前沒有開放的時代 大家能做的就是用這種方法 這一招有沒有笑來 你又可以是導遊 我來問一下這樣有沒有笑 我是覺得這個政策 真的還是有帶上去 為什麼 因為現在八球犬不在我們台灣 是在中國大陸那一邊 是大陸在緊縮你 那本來經由第三地進來 那沒關係他去歐洲的 來我們這裡 其實本來經過第三地進來 他就很方便 因為可能觀眾他搞不清楚 大陸進來 如果他是從中國大陸 直接要申請進來 不管你是觀光商務或是自由行 你都要先申請就是台灣的通行證 跟大陸那邊申請的這個下來之後 才可以到我們台灣這邊來申請 那他現在就是在審批這件事上 卡住你嗎 沒有這是從大陸那邊出來 所以他就可以進你嘛 就是說你現在自由行的人 我就不發給你台灣通行證 你就不能申請 但是現在政府的方法是說沒關係 沒有要來我們台灣 是要去歐洲 對 他就經由第三地嘛 那經由第三地 目前所實施就是說 你申請大陸人申請的護照 比如說他到韓國 他只要用他的護照 就可以申請入台證了 那現在我們只是簡便 比如說入台證 我本來可能要申請三天 你才能下來 現在是你隨時可以拿護照進來 這樣聽起來感覺上是有效對不對 但是我講八球犬在大陸 沒有 這個八球犬在大陸 這根本不是在大陸 這個是入境 你要不要讓人家入境 先聽我講完 如果大陸今天發布一個 你用這樣第三地轉進到大陸 到台灣的話 在我中國是犯法的 回來我可能會施以罰者 難道這些大陸人 他真的這麼渴望來台灣 冒著被罰 那阿松哥說 大陸不會知道 這個很難講 我覺得 我們大哥的考慮有可能 但是至少代表什麼 至少代表一件事 台灣的官員的腦袋打開了 因為這個是你在核准人家要不要進來 那你今天要的是什麼 中國開一個入台證 於是你才放人家進來 我現在說不用中國開入台證 我只要看到韓國簽證 我就放他進來 這個是你的主權 這個是你宣誓主權最好的機會 來 理事長 這招有沒有效 對商務客來說跟一般的旅遊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商務人士 他出去的 只要我清楚比如說 我去法國 我去法國 我能不能去德國 沒有辦法管的啦 怎麼管 所以他自然也可以 從別的國家來台灣 對啊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現在台中在想辦法把機械工業 這個會展中心要蓋起來 把整個機械工業在全球 他本來就是第三名 他要把他的位置更鞏固 那機械工業他本來就是全球在跑 很多人是提的皮箱 大陸兩人也一樣啊 提的皮箱 我這個地方跑 我那個地方跑 那個地方跑 現在要進台灣 要怎麼進 先回去再出來 沒錯 其實在2008年兩岸直航之前 就有透過第三方來台灣 對 這以前已經有用過了 對 但後來兩岸直航 直接就灰漆就灰過來 免他麻煩 就沒有申請了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情況不太一樣 這一次的話 是明顯的大陸政府的一個決策 所以決策了以後 我們可能撈一點小魚 我覺得林佳龍也相當努力 但是要透過第三方來台灣的 這個陸客 也不可能是在2008年以前 我記得那時候沒有記錯的話 一年可能有一二十萬人 但是這一次會不會那麼多 不會 為什麼 你可能因為政策非常的緊 而且有可能會密告 對不對 密告有可能 我知道啊 牛腿他講得對 講花布一個命令 舉證 比如說憲哥舉證我 憲哥竟然偷偷跑去台灣 我偷偷跑到了台灣 完全不是這樣子 我現在舉證了以後 可能要吃官司 他有優先順序 刺激基地成長 永遠比這個更重要 我來補充 今天如果來這裡 有助於他做生意 對不對 我來補充一下 怎麼可能 我來講說有助於做生意 這一點我認同你的講法 但是在旅遊這一塊 對 大陸人他不會說 我今天為了要來你台灣 我這麼迫切性的 我跑到泰國 或是跑到哪個國家 然後再轉到你大陸 然後本來找到你台灣來 本來我兩個加起來變成 絕對不會是為了 為了這個拿落地簽 而來拿落地簽 為什麼 因為大陸現在在宣傳的是什麼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所以他今天對大陸的年輕人來講 他們想 為什麼他們要積極爭取落地簽證 就是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我今天想去馬爾地夫 老子有錢 買了機票我就走 因為馬爾地夫給他落地簽證 今天對所有的成熟國家來講 代表你的國家購付 今天中國的目標是什麼 他希望他的國民所得到1萬塊美金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可以到這個水準 我的人 我要去哪一個國家去哪裡玩 到處都要申請簽證 那我們過去我們是為什麼 是我們要卡住這些人 因為我們怕來太多 我要做管理 那現在既然沒有來那麼多 敢來的我就歡迎 對不對 你只要敢來的就歡迎 你有什麼關係 老一些小姨 你不要來的 阿龍說一下 我們現在公共的 你都不知道這個原因 這個要我跟你們說 是怎麼就要轉第三個 你們說這個都沒有 重點沒有一個 不然在什麼時候 這個團 大陸團去泰國 菲律賓 我們台灣的黑名是沒錢的 那是要去拜託人頭來 哪裡不用錢 吃不用錢 給我們台 公共本 這是一個 你們一個黑暗的地方 第三轉印到我們台灣 這一個 現在政治有可能還是不可能 他還會讓我們到17年的事情 理事長 理事長不要再回到那個 一條龍團客的那種玩法 不是 你讓我說完 你這樣不是這個很混亂嗎 你整整整整 你今天不要說錯英文 不要說什麼 有行吃的 有行賺錢的 我們八是很高的 對啊 為什麼要賺大條 為什麼你要賺大條 為什麼你要賺大條 為什麼要賺大條 為什麼要賺這樣 你現在賺的時間 和人本 譬如說 現在也有行本了 對 你現在更賺錢 現在就是政治這樣賺 沒有 你不能賺 做八是很難賺 那條路走下去 不可以再賺 可能你去台南有賺 不是 我剛才才賺到 理事長我只會一句話 對 你說 他現在開放第三地中轉 你不答應嗎 你認為你反對 我反對 為什麼 你反對就對了 為什麼 很方便你不要賺 你就跟第三地在哪裡賺大條 人家那空嗎 人家不知道你賺大條 人家在幹什麼吃的 對不對 政府要做一個開放性的措施 你反對 不是 我覺得 來 憲哥 我覺得政府如果真的 要把這個門打開很簡單 我在民國74年的時候 我到香港 我到澳門 我經過拱北關到中山去 那時候我們兩岸還不能進去 對 我進去的時候 他也是一張座給你 你天天的 要好好給你看一下 進去之後 那張座我們帶 兩葉也帶了 我們出來的時候把你那葉抽走 抽走以後你的護照 完全沒有蓋章 不然你真的要用法 對 就通回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對大陸有向往 現在不是 現在大家對台灣沒有什麼向往 如果沒有到台灣的話 遺憾終身 到了台灣以後終身遺憾 台灣沒有什麼好看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真的剛才他們說的不對 跟蔡總說的 那些小老百姓不敢 尤其團客絕對不敢來 我們三十個 我只要我一條白 我跟你們十九個的名單 我跟你們送出去 我跟我說 我就公路吃了 你們大家都來跟他 但是 我們這個理事長說的 如果是有這些 商務的有可能 因為他們商務的 都兩本的護照 因為所有的如果是商務的 我們不是新加國的護照 就是香港的護照 所以這些商務的有可能 我覺得憲哥跟理事長講 都有道理 簡單說我們 老實說我們也不希望 繼續賺團客的生意 我老實說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們如果要繼續 搞一條龍的生意的話 理事長也賺不到錢 因為都是阿拉阿賺走 全世界都是這樣幹 所以你要做的 一定是說你希望升級 所以商務客 我們是不是要做 所以今天如果 讓商務客更方便的 可以進台灣 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這樣來做的時候 當然對台灣是有幫助 第二個 自由行的人是不是可以進來 我們假設情境好了 我今天陸客 我跑到普吉島玩 我去普吉島玩 然後我覺得 我今天想飛來台灣 於是我拿著 泰國的簽證 我就可以申請台灣 這一件事情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 我不知道 對大陸的年輕人 有什麼好反對 沒有 這個跟憲哥 你當年要去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北區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沒有 你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理事長的意思是說 你好路不走你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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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開放 他們整個都過來就好 他們最好的什麼團 那些官方的訪問團 他們各姓各姓 他們為了結席 來台灣走路 你知道嗎 他們的姓長 副姓長 他們早就要團過來 那種團 台灣 我跟你說 都台上太子 那種團最有錢 你看我們 卡 卡 沒有去 憲哥是我們沒有去 還是他們沒有去 那種我們沒有去 我們沒有去 我們沒有去 訪問團 是我們不讓他進來還是 對 我們不讓他進來 不讓他進來 我們現在只有醫療觀光的 是不是 我們是換團 好 現在是項目的部分 我們是緊說 市長 我告訴我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團真的有分AB團 AB團 對 AB團就是他們的官方團 那最好的團 官方團到這裡 那統好的 那有紫陽團的 那一個標的幾百億來 暗半拿起來 紫陽團給你去做 紫陽團一般 是這個 這個一條龍的城市 一個二米館 這種叫二團 來外這個 台外這個 來外這個台灣 而且二軍就對了 對 那二軍 那是千歲團那是C團 那千歲團 你就賣了就好了 你聽不懂 那就要減 減給你吃 減給你睡 來 要靠這個口齋就給你洗 這個政策下來 我們在群組裡面 也討論非常的多 對 到底有沒有效 對於商務客人 說實在 它是有效的 為什麼 因為早期 他們商務簽證要進來的時候 所要送的證件的時間 非常的長 非常的攏長 所以他們幾乎都是 用自由型的名義進來 只要三天 就可以申請到證件 進來台灣 所以如果他可以經由 第三地名簽證進來 這些做生意的人 因為要探集 他一定要從第三地進來 可是在旅遊客人來講 說實在的 我們沒有那麼樂觀 因為這幾年來 我們所看到的第三地 根本沒有人要走這一條路 好 那關鍵就來了 你只是給他開放說 我想大家都認為 對 這個政策的開放 有利於商務客來台灣 那我們就來討論 商務客來台灣 我們吃的飽嗎 我吃的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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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飽 我們拍拍手 這個世界在改變 我記得我 剛才上禮拜 招待一個人家的禮 上禮拜我一個 商店老婆的朋友來找我 你知道嗎 他跟我特別要求什麼 他說 我要去這個珍珠奶奶 炒的創始店 我指定我安排 一天的時間 我要去那間店 你幫我找那間店 那間店在哪裡 你怎麼知道 台中和台南 你不是台中和台南 也一樣是那個 對不對 對 他的觀念很奇怪 他了解的台灣 他來這裡做生意 來這裡給我們採購東西 不過他有半一天的時間 我要去這裡 北京珍珠奶茶店不行嗎 他就... 因為我... 我覺得台灣的珍珠奶茶 都很好喝 對啊 差不多 沒有啦 對他來說 他覺得這是朝聖 我可以來找到全世界第一間 去喝第一間 我回去多養 你知道嗎 我回去 可以跟大家說過 你說是一個嘛 一個嘛 所以商務客花錢 沒有... 我說的是 等一下 商務客花錢不熟本 一港幣坐 那啦 我真的... 那啦 補充客回去就贏了一千的 對 那不是補充客 那不是補充客啊 所以 花四千塊住飯店 兩千塊坐高鐵 為了一杯五十塊的珍珠奶茶 對啊 理事長的意思是說 我們怎麼會這種客人 是啦 大家要一個而已 沒有... 先說 我記得我前兩天 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新加坡 新加坡因為習近平打車 2015年的時候 他們也是路客 掉得一大糊塗 後來他們決定什麼 就是從商務客下手 他們賭場開那麼大 他們難道不知道 賭客是最好賺的嗎 他也知道啊 問題 老共的政策一下來 他一定要轉彎 他轉彎做商務客 我覺得至少這是對的一半 阿聰哥講 很喜歡拿那個新加坡 我也講新加坡 十幾年前我每次過進那個新加坡 遇到那個過年的時候 新加坡的機場那個官員 為什麼官員 那個看起來階級很高 親自在那個過進 我們沒有進入新加坡 過進的時候 恭喜發財 每一個人送禮物 我聯繫好幾年 後來我跟太太說 人家這樣好累 我們入境新加坡 去玩個兩天 我講這個例子的話 我告訴你我拼觀光 桃園機場的董事長 桃園機場的總經理 你有沒有像新加坡這個機場 沒有啦 蔡總 過年的時候根本沒有服務 你直接跟林佳龍 交林佳龍接下來 每天在 他要運動 他那麼一個懂得觀光行銷的 桃園機場的董事長很忙 那個煙那麼多要處理 對不對 整天沒人打電話 對啊 你看那種流氧 我們家怎麼能打電話 對不對 那沒人打電話 怎麼有時間做這個 有沒有五十四日子 你說什麼 還有幾十四日子 打電話 你打電話